在手牽手裡頭 我現在有兩個角色 一個呢 就是爸爸 然後另外一個呢 就是兒子 然後這個呢 就是兒子的造型 他就叫做紅妹牆 怎麼形容這個角色呢 八個字 我上次說過了 四肢發達 頭腦簡單 對 就是這樣子 他是一個小混混 然後他是流氓 然後 粗人一個 戲一開始呢 他是從監牢出來 因為呢 他被判殺人 誤殺還是殺人 終於是坐牢出來的 為了這個角色 我就得去健身房 因為之前 蠻瘦小的 我想不到可以想自己瘦小 然後就是為了這個角色呢 就是每天都去健身房 每天大約有去健身兩個小時 除此之外呢 也請了一個trainer 每天來trainer 我來讀書 已經練了一個多月了 現在想要有一點點成績 然後下次穿緊一點 然後這個胸還會調 anyway 重點是昨天呢 我剛剛去 Next 去幹我的頭髮 十一點去 離開那個salon 大約是晚上七點半 八點 七點半 八點這樣子 豬豬呢 就用了大約有八個小時 漂了幾次呢 漂了六次 好傷喔 原本去的時候呢 頭髮的Fringe是來到這裡的 出來之後呢 Fringe呢 就跑到來這裡了 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就是可以為了一個角色 然後去改變自己 改變哪一些呢 除了在外型方面呢 就是演談局勢 然後 肢體語言 眼神 因為 我覺得自己有一些小聰明 不過這個角色又很笨 所以 我要盡量的有一個比較空曠的眼神 然後每次都不知道在想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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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這是特別的 哈哈哈 你看 所以對我來說 演戲最好玩的就是這個方面 你可以呢 就是 在這一定的時間 或者這三個月的時間呢 你就可以跳出自己熟悉的一個環境 跳出自己 然後去活在另外一個人的生活裡頭 以他的角度來看待世界 然後做一些東西 很多都是你自己不會做的 所以它就使到你的人生呢 就更加的豐富 然後更加的多姿多彩 我是否喜歡這個造型 坦白說 身材呢 其實我是很喜歡的 尤其是去健身房 還記得 在一個多月前我去的時候 我都是躲在廁所裡面換衣服的 因為呢 在Locker Room裡面 其他人的身材 每個都很好的 哇兩大粒 然後加上六粒 然後每個在鏡子前面 又就 這樣 然後我就躲在廁所裡面 然後換衣服的 embarrassed 沒有什麼東西好說 現在呢 好好好 剛才啦 其實剛才我去Gym 所以喔 現在可以喔 洗完澡了之後呢 就是圍著那個毛巾 走到那個Locker前面 打開 然後還四處的看一下 有點屌的 你知道嗎 所以身材方面 我覺得 yeah 然後我覺得出外景會很方便 因為以前換衣服 每次要躲到一個角落 要不然的話要找廁所 現在 就可以豁出去了 隨時要脫就可以脫 好 夠健 好 髮型呢 坦白說我上一次軟頭髮呢 應該是十五年前的事 yeah 漂頭髮 十五年前的事 所以 欸 近年來呢 都是在蓋黑 在蓋黑 在蓋黑 所以喔 這是要漂六支 只是因為喔 它的pigmentation喔 很多呢都在那邊 所以那個 那個漂還是在那邊喔 他差點喔 也要翻白眼了 因為喔 每漂一支 每漂一支 發覺到髮根那邊的話 就超級白 what I say yeah 很白 髮尾那邊呢 就很orange copper這樣子 呃 不過還好啦 這個這個髮型 但原來我只是要用 一個月的時間 一個月之後呢 我就要 還原了 回去黑色的頭髮 不過那時候要剪短一點點 所以 yeah 頭髮 不會再漂了 不要 然後自然灰 哇 yeah 可以說兩句話 一兩句話 再說兩句話 再說兩句 基本上他就是 現代的一個男生 很喜歡上網 很喜歡用手機 用ipad 很喜歡玩game 很喜歡就是一個 很愛電腦的一個男生啦 然後他是一個 很